近日一支探险队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特山附近找到了疑似传说中的诺亚方舟残骸 测试发现遗迹的年代可以追溯到4800年前 恰好是创世纪中诺亚方舟存在的时期 北京台编辑报道 昨天由中国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索队在今朝开发布会 称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山高于海拔4000米的冰川进行挖掘 成功进入一个巨型木结构 荷兰著名探索家格利特·艾顿称 他有大量实时显示 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山上发现的木结构就是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探索队分析认为亚拉拉山上气候严寒 3000多名以上从没有人类建屋居住的遗迹 加上当地世代沿袭以泥砖建屋 木材是含有建材 因此过去发现的零散木块都是来自方舟 香港探索队员袁文辉表示 此次发现的突破在于探索队成功进入巨型木结构 首先最初我们是一个制作的机构 拍很多纪录馆 在香港我们有一个主题公园 就好像一只罗亚方舟这样的形状 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尺寸去做了出来 其实前些年就曾有科学家宣布过类似发现 但一直未得到考古籍的认同 尽管如此有报道称 土耳其当地官员对此相当重视 你将来把发现申请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台报道 好 下面说说诺亚方舟吧 诺亚方舟说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 已经超过了2000年了 而那部电影2012的推播助澜 也让现在大家对诺亚方舟的兴趣是有增无减 传说诺亚方舟在大洪水之后 停泊在土耳其的亚拉拉山上 而就在昨天说土耳其亚勒省政府在北京宣布 一直由香港和土耳其联合组成的方舟探险队 就在这座山上还真发现了诺亚方舟 昨天由中国香港人和土耳其人组成的探索队 在今朝开发布会 称在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山 高于海拔4000米的冰川进行挖掘 成功进入一个巨型木结构 荷兰著名探索家格利特·艾顿称 他有大量实时显示 土耳其东部的亚拉拉山上发现的木结构 就是传说中的诺亚方舟 探险队分析认为 亚拉拉山上气候严寒 3000多米以上从没有人类建屋居住的遗迹 加上当地世代沿袭 以泥砖建屋 木材是含有建材 因此过去发现的零散木块 都是来自方舟 香港探索队员袁文辉表示 此次发现的突破 在于探索队成功进入巨型木结构 首先最初我们是一个制作制机构 拍很多纪录园 在香港我们有一个主题公园 就好像一只磨亚方舟这样的形状 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尺寸 其实前些年就曾有科学家宣布过类似发现 但一直未得到考古界的认同 尽管如此有报道称 土耳其当地官员对此相当重视 你将来把发现申请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 北京台报道